朋友们好 我们下面开始学习第五章 固定资产 考清分析 那这一章的内容是固定资产确认计量记录 分数虽然不太高 三分左右 但实际上属于比较重要的章节 也说过属于基础性的章节 也非常重要 近三年主要的考点 固定资产入账价值及折旧为的计算 再建工程成本的构成 固定资产折旧范围 持有代售固定资产的猎豹 这是主要的点 但是这里面所统计的点 不包括在大体里面涉及固定资产内容的一些知识 你比如说 什么所得税啊 差错更正啊 合并报表啊 也都会与这部分内容可能相关 但那些分数没在这里面统计 我们这一章要关注的主要问题 固定资产入账价值的计算 固定资产期值费用的快据处理 分析付款方式购入固定资产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 这部分业务的快据处理 固定资产实际成本原来赞购价值不一致如何来处理 固定资产更新改造的快据处理 固定资产折旧国的计算 持有代售固定资产的快据处理 就是 综合体里面 有时会与这一章内容相关 什么债务充足 非国民资产交换啊 资产简直要差错 合并报表 所得税都可能与这部分相关 16年教材基本没有变化 固定资产这一章 有三节内容 第一节固定资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第二节固定资产的后续计量 第三节固定资产的处置 我们看第一节固定资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在这一节里面 讲两个大的问题 一个是固定资产的定义和确认条件 第二个是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 当然 这一节的重点内容 是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 我们先看第一个大的问题 固定资产的定义和确认条件 固定资产定义 说是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有形资产 第一个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 或经营管理有持有的 第二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 我们现在不要过多的去关注 说它的价值是多少作为固定资产 随着变化 作为固定资产的价值的数字越来越高 我们明确它是干什么的 比如为生产商品的 厂房 生产商品用的厂房 极其设备 那是为生产商品服务的 我们提供劳务 办公大楼 你向事务所买的办公大楼作为固定资产 那我们为一些人员提供劳务用的 那也可能是说 把极其设备对外出租了 那有的是经营管理这些方面持有的 这都属于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的确认条件 所有资产都这么说 确认了是说与这项资产有关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企业 有这么一样吗 很可能流入企业 然后它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 也跟大家谈到过 所有会计对象要素 你要说它的确认 肯定有一个 得金额能够可靠计量 否则不要确认 第二个大的问题 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 原则 固定资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都这样说 所有资产告诉计量 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我们看总的一个大的方向 这个成本都包括什么 这里说市值企业构建某项固定资产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 发生一切合理必要的之处 用的是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这有一些变化 那个上个世纪曾经用过 就是交付使用并办理军工决算手续 上个世纪八十年九十年代 结果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市场疲软 那时候讲经济不景气 有的企业已经交付了使用两年了 没有决算 仍然还在再建工程里面 那就不提折旧啊 再建工程不提折旧 当期利润相对来说就会高一点 没有转固定资产 发生借款的利息 还往再建工程里寄 如果一旦转固定资产了利息 就要寄当期损益 所以就这样做 交付使用两年多不决算 后来我们又改成交付使用 这结果又出现问题了 又出现说我交付了 但没使用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那我们现在改成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 在借款费用准则上 对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有些判断 而实务之中还有人想办法 楼盖好楼不封顶 说达到没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 也就是说当一个企业 利润达不到预期的时候 可能有关人员就要思前想后 想这个办法那个办法 达到预期利润 而这事实是有 现在当然用的就是这个词 由再建工程转固定资产 或者说你购入需要进行安装的 什么时候转固定资产 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 一切合理必要的支出都算 但是没有说发生全部支出都计固定资产成本 没这样讲 那这些支出包括什么 价款 那价款肯定算 所有资产取得时的价款 当然要寄进来 一定要构上成本 什么买存货买固定资产都会一样 运杂费包装费 当固定资产需要进行安装 安装成本肯定要寄进来 安装过程中什么材料费 人工费等等都得算 那间接发生的利息 符合资本号条件也要寄进来 那其他的一些间接费用都要考虑 不同方式取得固定资产 那成本的构成当然也不一样 我们分别的看一下 第一个先说外购固定资产 这是比较简单的 你外购固定资产 包括购买价款 没问题 相关税费 这相关税费呢 其实跟存货购进时相关税费 道理差不多 而不是说所有相关税费 都把它寄到外购固定资产成本中 我们现在购入固定资产 支付增值税 是可以作为进行税额抵抗的 如果有增值税的话 因为现在你要买房子 还不是增值税 慢慢的可能都会设计 应改增 逐步再进行 但是现在房地产开发企业 稍有点难度 也不好说 等你们学到时 可能过一段时间发生改变 但是你现在要是买极其设备 支付的当然是增值税 这部分一般纳税人 还是作为进行税额抵抗 那你要是小规模纳税人购入固定资产 支付增值税 当然进成本 那相关税费 我们要购入的固定资产涉及进口的 进口关税肯定要把它寄进来的 那下面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前发生的 合理必要的支出 比如说运输费 装卸费 安装费 然后这里说专业人员服务费 不是所有人员都算 只有专业人员才能算数 专业人员的服务费 是使这项资产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 必要的支出 没有专业人员提供服务 你这项资产就不行 就不灵 但是员工培训费就不是 你要不要把它寄入到固定资产成本 员工培训费说的是 我资产已经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了 你让这些员工怎么去用 所以员工培训费直接寄管理费用 要分清这个问题 对于外购固定资产 我们分是需要安装和不需要安装 这么两类 不需要安装的处理时比较简单 那你购入时就认为是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 直接把发生的构成固定资产成本都寄进去 但是需要进行安装的就不同了 需要安装的要反映整个安装的过程的支出 单独的规级核算 具体来说 购入不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 而相关支出直接寄入固定资产成本 直接寄进去 那借方借固定资产 应交税分应交增值税项税额 买的机器设备什么呢 代方代银行存款等 那价值就形成了 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 要通过再建工程科目核算 需要安装 你不能说我就通过固定资产 购入时发生支出寄进来了 过几天再发生支出还寄固定资产 然后过几天还寄 不是这样 固定资产的数字一旦形成 那正常情况就不改变了 除非说 以后发生什么更新改造的一些情况 可以变动的时候再说 那我们怎么办 达到预定科使用状态之前 先通过再建工程科目核算 达到预定科使用状态的时候 再由再建工程转固定资产 所以我们构计时 借再建工程 印交税明交增值是金项税额 代银行增款 如果你安装是人工 借再建工程 代银行支工薪酬 等等 这么一个处理的方式 达到预定科使用状态是转固定资产 从下个月就开始提折旧了 这是外购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教材的例5-1 这个例子的数据 因为影改增之后会有些变化 有的数字我给它改动了一下 209年2月1号 甲公司购入一台需要安装的生产用机器设备 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著名的设备价款50万 增值税进向税额85000 支付的运输费2500元 这2500元不含增值税 运输费适用的增值税率11% 我们现在影改增之后 运输费这块的税率11%了 不是说原来谈到7%这个概念 那考试时要是出题 一定会和现行的一些规定相符 款项已通过银行支付 安装设备时领用本公司原材料一批 价值3万 购进该批原材料时支付的增值税 进向税额510000 支付安装工人的工资是4900 假定不考虑其他相关税费 我们要算固定资产的成本 购入固定资产设备价款 当然是它的成本的内容 然后你安装的设备增值税 作为进向税额抵扣了 支付的运输费这一块2500 会构成固定资产成本 领用材料的价款 会构成固定资产成本 需安装 但是原来的进向税额呢 不要转出既固定资产成本 因为这是属于设备 我们正常买设备 支付增值税都可以作为进向税额抵扣 要清楚作为进向税额抵扣的 这是一件好事 抵扣是抵消项 如果说你有消向税额100 任何抵扣的进向税额没有 那就交100 如果抵扣80 我们交20 所以这部分 原材料原来构进时的增值税 进向税额不要转出既固定资产成本 安装人员工资要既固定资产成本 我们看一下账务处理 支付设备价款增值运输费合计 数字应该587775 那这里面 增值税呢 一个是设备本身的85000 还有一个运输费的11% 2500乘以11% 都应该作为进向税额抵扣 这样呢 进向税额85275 先反映 就支付设备价款 增值税运输费合计 也就是前面我们看到 价款50万 增值税呢 是85000 支付的运输费2500 还有运输费用2500乘以11% 整个这部分款项 说的是这一块 全部的数是587775 领用本公司原材料 3万 那借在你工程带原材料 发生的职工薪酬 4900 那借在你工程 带方带应付职工薪酬 4900 那可以做这样的复合贩路 借在你工程34900 带原材料3万 应付职工薪酬 4900 所以我们看到需要安装的 够进时刻发生成本寄到在你工程 在安装过程中 构成的成本也都寄进去 安装完毕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 那你固定资产的成本最开始的是502 500 再加上安装过程中发生的34900 537400 就是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时 由在建工程转到固定资产 就是这个题目 下一个问题 外购固定资产的特殊考虑 一个说的是要是以一笔款项 购入多项没有单独标价的固定资产 我们最后要决定每一项固定资产的成本 那怎么办 应该把总数按照各自固定资产 公允价值比例去分 最后确定每一项固定资产成本 有时多买少算 你买多了 每一件的成本数据会低 我们把总算供允价值比例去分 其实这种分配标准 用这个供允价值是最合适的 我们看下面一个单选题 甲公司为一家制造性企业 2016年4月1日 为降低采购成本 向乙公司一次构进了三套不同型号 却有不同生产能力的设备XY和Z 甲公司以银行存款支付货款88万 增值税税格15万3千 包装费2万 X设备在安装过程中 领用生产用原材料账面成本2万 支付安装费3万 假定设备XY和Z分别满足固定资产的定义 及其确认条件 公允价值分别为30万25万45万 如果假设不考虑其他相关税费 则X设备的入账价值是多少 我们要决定X设备的入账价值 先要看一看 XY和Z总的成本 按照供应价值比例分过来这个数字 然后再要考虑的就是 X设备自己在安装过程中所发生的成本 那两块呗 那先看 与XY和Z共同的总的成本 支付的货款88万 这是一个 增值税要作为迹象税额几扣 没有特别说明我们认为是一般大税人 包装费2万要把它寄进去 这叫总的成本 我们再按照供应价值比例这几个来进行分配 X设备负担的这个成本就可以确定了 再考虑 X设备在安装过程中发生的 一个是原材料账面成本2万 还有支付的安装费是3万 领用了原材料账面成本2万 即使说原来材料购进时有多少增值税 我们也不要去管它 就是原材料购进时的增值税 不要通过进行税额转出的方式 寄入到设备成本中 所以看总数88万加2万总的成本 按照供应价值比例去分 把三个供应价值加起来 每一个供应价值应该负担的数 再乘以X设备本身的供应 那这个我想都没问题 有的同学说 哎呀不应该是30万除以供应价值合计 30万加25万加45万吗 然后再去乘以总的成本 那有什么关系呢 结果是一样的 这无所谓啊 别到时候学成这个样子 就老辈公式套公式 你用总的成本除以供应价值合计怎么了 这不是每一个供应价值的成本 那你再乘以他的供应价值30万 有什么关系呢 没问题 X设备自己本身发生的材料人工成本 最终是32万选项一正确 那下面一个问题要进行说明的是 分期付款方式购入固定资产 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 那一般来就说时间比较长 我们不要认为说分次购入的 就一定是具有融资性质 那如果说分期每两个月付一次 一共付三个月 这不算 有融资性质的肯定跨年 一般时间比较长 那至少得超过一年吧 他也会说折现 我们月份时间短的不折现 这种情况 固定资产在进行入账时 并不是按照未来付款总的金额来计 因为不合适 我们是按照购买价款限值为基础来计 就把未来付的固定资产本身价款折现 以它为基础计 什么意思 因为在这个基础之上 还要考虑购入固定资产过程中发生的运输费 保险费 需要安装 还有安装成本等 这么个概念 这叫限制 那现在的问题是 分期付款方式购入的 你未来要付款的总的金额数 跟现在入账限值不一致 不一致是属于未来的利息 利息呢 现在要用实际利率法来进行摊销 要用期初的摊余成本 或者期初的应付本金余额 乘以实际利率来进行计算 我们的利息只有短期的 比如一年之内的 可以说每个月平均来算 只要跨年的 现在都是实际利率法 实际利率的概念 第二让谈到过 比如说对于长期应付款 你要算的实际利率 未来付的款项 按照一个什么样的利率折现 跟现在这个 它的价值相当 那就实际利率呗 那利息摊销时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这与借款费用准则相关 那最终构成 固定资产的成本 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既当其损益 把它反映到财务费用里面去 那具体来说 在进行会计处理时是这样 购买价款的限制 我们先不去考虑 购入固定资产这时刻的 一些运输费 装卸费 保险费等 只谈设备价款本身这一部分 当购入的固定资产 需要进行安装的 借方再建工程 那是购买价款限制 如果说购入固定资产 不需要进行安装的 直接寄到固定资产 体现限制 我们未来要付的款项 反映到长期盈付款里面 当然也可能分析付款方式 购入资产有一笔首付 首付的话带银行分款 那长期盈付款是未来要付的 本金和利息 就除本金之外 还有未来利息这个问题 差额是反映到未确认融资费用 未确认融资费用 就应该是未来要付的利息 那也就是说 再建工程也好 固定资产也好 反映的是一个本金 长期盈付款是未来要付的 本金和利息 那未确认融资费用 你说是什么呀 那就未来要付的利息 这个未确认融资费用 是长期盈付款的一个背底科目 长期盈付款显然是一项负债 你不可能把未确认融资费用 作为一项资产 那不是 在这时刻 哪有那么多资产啊 限值数反映的 才是一个资产 那我们的负债数有多少呢 不是说 未来付的总额是负债 未来付的总额里 有本金有利息 我们现在要付的 那你要把利息 那是未来的事 不能确认为现在的负债 所以这叫 未确认融资费用 是长期盈付款的背底 这个科目 而负债也有背底科目 那类似像资产部分 大家知道 坏账准备是应收账款的背底 累积折旧 固定资产减制准备 是固定资产的背底 不都这样的吗 在报表上 我们反映的负债数 应该是长期盈付款 减备确认融资费用 这是反映这时刻的负债 但是具体填列的时候 不都在长期盈付款项目来填 还要把这个项目里面 一年内到期的这部分负债给扣除 一年内到期的反映到流动负债里面去 有一个项目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这个问题是在下一章 无形资产的一章 我们曾经考试有一个题目 到那个里面进行说明去 你大致先知道这个事 所以未确认融资费用 虽然是借方先发生 它不是资产 它是长期盈付款的背底 然后长期盈付款 所反映的是未来应付本金和利息 未确认融资费用是未来应付的利息 两者的差 也就是说长期盈付款减去未确认融资费用 那就是未来应付的本金 我们真正算利息的时候 就要用每期期出的本金乘以实际利率来进行计算 所以到时候你就可以看到 用长期盈付款减未确认融资费用 好了 用期出数 这是期出应付本金 然后乘以实际利率 来进行计算 未确认融资费用未来的利息 未来利息就要进行摊销 每期到底确认多少 这个摊销是用期出应付本金余额 或者期出的贪余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 那就是这样来算 也说过 那期出应付本金 长期应付款余额 期出的未确认融资费用余额 两者的差就是期出应付本金余额 我再说一下 长期应付款反映的是 应付本金和利息 未确认融资费用是应付利息 两者的差 当然就是应付本金余额了 算利息是用期出数 乘以实际利率 实际利率考试时当然会给定 我们一起看一下教材的例 5-2 2017年1月1日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一项购购合同 甲公司从乙公司购入一台需要安装的特大型设备 合同约定 甲公司采用分期付款方式支付价款 该设备价款共计900万不考虑增值税 在207年至211年的5年内每半年支付90万 这是分期的半年付一次 90万 每年的付款日期分别为当年6月30号和12月31号 半年付一次 一共900万 五年 每年付两次 所以是14 一次90万 207年1月1号 设备 如期运离甲公司并开始安装 已用银行从款付期 207年12月31日 设备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发生安装费398530.60 已用银行从款付期 当然发生安装费最终的也要构成固定资产的成本 甲链甲公司适用的半年折线率是10% 那就实际利率被半年期的选择是10% 好了我们先看一看 设备入账价值 先考虑一个购买价款的限制 那由于是分17 每期期末发生的是90万 这是一项年金 等额系列收付款项 年金 当然年金是复利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如果是年金发生在每期期末 我们直接可以用 每期的这个年金再乘以一个 普通年级限制系数来算它的限制 也就是说购买价格的限制可以怎么进行计算90万 然后要乘以期数是17 每一期的利率吗 咱们说半年的利率10% 每一期10%的普通年级限制系数 那这个系数呢是6.1446 大家也清楚6.1446什么含义 连续时期 每期期末一块钱 在利率是10%的情况下 占在第一期期出值多少钱 有6.1446 这么个概念呗 换句话来讲说 现在把6.1446万元存进去的话 连续时期 那每一期以后可以提出来的钱 是一一 这么个事儿 那先来看一看 在2017年1月1号的账目处理 长期应付款反映未来要付的本金和利息 90万乘以17 900万 未来要付的 而900万的限制 这是一个限制计量属性了 5530 140 刚刚算过 两者的差额未确认融资费用 3469 860 那假如说问现在 207年1月1日资产的价值是多少 5530140 负债数是多少 5530140 就是未确认融资费用要抵减长期应付款的 那再说在207年1月1号 应付本金余额是多少 5530140 用长期应付款余额减未确认融资费用余额 就这样来做 我们下面要处理的问题就是 未确认融资费用 在未来要进行摊销 十个半年没有进行摊销 摊销时 要用每期期出的 应付本金余额乘以实际利率来进行计算 这样来进行摊销 好下面看一下这个表 在207年的1月1号 就是最开始 央付本金余额5530140 什么问题 每半年付款付90万 207年6月30号付90万 那207年上半年未确认融资费用 摊销多少 用期出应付本金余额 就是长期应付款减去未确认融资费用吗 5530140 乘以10% 半年折现率10% 期出应付本金余额乘以实际利率计算 等于553014 然后这里说应付本金减少多少 我们这样来考虑 这半年 应付本金合利息减少90万 其中 应付利息减少553014 那你说应付本金减少多少 注意啊 未确认融资费用 那是未来应付利息 他一摊销了 未来应付利息减少数 而长期应付款减少的是应付本金和利息减少数 两者的差 应付本金减少数吗 最后看 20保706月30号 应付本金的余额就变成了5530140 然后减去的346986 就变成5183154 就这么来的呗 再看半年 都是一样的 20保70年12月31号 要半年付了 减少长期应付款90万 也说过这90万是应付本金合利息减少90万 确认融资费用 用这半年期出的应付本金余额 乘以实际利率 5183154 乘以实际利率10% 518315.4 再看应付本金合利息这半年减少90万 其中应付利息减少518315.4 那你说应付本金减少多少 两者的差额 我们再用5183154减去381684.6 那应付本金余额4801469.4 那就这样形成 以此类推 没有问题 所以表格里面 分级付款额这一块 那是应付本金合利息 确认融资费用是未确认融资费用的贪销 应付利息减少数 两者的差应付本金减少数 每一年都这样来算 当然没有表格的话 你要算未确认融资费用贪销时 某一期的数是多少 你就算算这期期出 应付本金余额是多少 然后再减去这期期出 未确认融资费用的余额 那不就要应付本金余额吗 用应付本金余额期出书乘以实际利率 那就是未确认融资费用贪销数 比如要是计算207年12月31号的未确认融资费用贪销 我们半年是一期 207年12月31号这个期出 那是207年的6月底那个数 在207年6月底 长期应付款余额是多少 长期应付款余额总数最开始900万 因为付了一期90万 207年上半年付了90万 那就900万减90万 长期应付款余额 3469840 是未确认融资费用 在207年1月1号的余额 我们现在要确定的是207年6月底的余额 所以把207年上半年 贪销的未确认融资费用扣掉 553014 这是这一期的 万一用它乘以实际利率10%呗 那我们当然可以算出518315.4了 没有任何问题 我刚刚说了 这是什么数 这是期出 长期 我们这个期出 是207年下半年的期出 长期应付款 然后这个数 是什么呢 是期出 未确认 融资费用 长期应付款 那是代表应付本金和利息 未确认融合费用是代表未来付的利息 所以两者的插吗 应付本金 我们算未确认融资费用 贪销数 期出应付本金余额乘以实际利率来计算 有什么难的 那如果说要让算208年 上半年贪销数 你说怎么算 再来一个 那有什么样 这块长期应付款 里面再减个90万 然后未确认融资费用里面呢 3469840 减去553014 再减什么 518315.4 这不就变成 208年年初 应付本金余额了呗 乘以10% 没问题 所以要清楚 未确认融资费用攀销的数字 怎么来进行计算 往下再看 第三 207年1月1号 至207年12月31日 这设备是安装期间 在这个期间是符合资本化条件 要把它记录固定资产成本 因为说在207年底 达到玉林克使用状态 达到玉林克使用状态之前的 你把它记录到成本里面去 207年6月30号 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数呢 表格里有了553014 资本化的既在建工程 借方借记在建工程 贷方贷未确认融资费用553014 207年6月底 半年付款付一次 付款了借记长期营付款 贷方贷银行存款90万 资本化 我们再看207年12月31日 会计处理 207年下半年 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数是518315.4 借记在建工程 贷未确认融资费用518315.4 又付款付了90万 借记长期营付款90万 贷银行存款90万 没有问题 然后发生的一些安装支出 要寄入到在建工程成本里面 所以借在建工程 这个安装支出 用银行存款支付的 贷银行存款398530.6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候 由在建工程 转固定资产里面 我们就有借记固定资产 贷方贷在建工程700万 这个数字呢 5530140 然后我们也会注意到了 有两期未确认融资费用 贪销资本化的 207年上半年553014 下半年518315.4 再加上发生的安装的支出 合在一块700万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 把它转到固定资产里面 那以后在进行贪销的时候呢 就没有资本化的一说了 未确认融资费用的贪销 就应该记当期损益 能不能继续往下看 208年1月1号至11年12月31日 这一段期间 未确认融资费用的贪销数 就要记财务费用 比如看208年6月30号 我们看表格里面 当时未确认融资费用 这一半年 贪销数480146.94 会计处理 借财务费用 带未确认融资费用 480146.94 这半年付款 又付了90万 而付款借记长期应付款 贷方贷银行存款90万 就这样没 以此类推 那这节课给大家谈的是固定资产 概念初始确认 这个不重要 我们要掌握的是固定资产初始计量 介绍的就是外购固定资产 在处理时 外购固定资产 是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 一切合理必要的支出都万年计 需要进行安装的 安装的成本 也要进入到固定资产成本中 你要能够确定它的成本 特殊考虑里面 以一笔款项购入多项 没有单独标价的固定资产 如何确定某一项固定资产的成本 应该把总的成本 按照供允价值比例去分 然后相对来说 比较重要的是 分析付款方式购入固定资产 事实上具有融资性质的 固定资产在入账时 是以购买价款限值为基础来进行确定 就是在限值的基础之上 再加上构成固定资产成本的一些合理必要的支出 比如运输费 保险费 安装成本等 而未来要付的款项是反映到长期行付款 代表的是应付本金和利息 那未来应付本金和利息 与购买价款限值的差 是未来要付的利息 反映到未确认农资费用里面 那未确认农资费用要进行摊销 按照实际利率法来摊 摊的时候应该是用每期期出的应付本金余额 乘以实际利率来进行计算 我们在计算应付本金期出余额时 你可以用期出长期应付款余额 减去期出未确认农资费用余额来进行计算 也跟大家不止一次说过 长期应付款代表的是应付本金和利息 未确认农资费用是代表未来要付的利息 所以两者的差额就是应付本金余额 摊销的时候 网绕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本化 比如计入再建工程 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计当期损益 那就计财务费用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